HELLO 大家好 我是米奇沃克斯 在这个难得的好天气里面 今天做一期比较特殊的科技评测视频 那我通过一个类似于Vlog的方式 跟大家聊聊大家看封面都知道 或者说标题都知道的话题 我们今天常规测试一下 苹果之前推出的AirTag 当时在店里买的时候 店员推荐我说你可以买四个一起 我觉得一个就可以了 那如果大家还不了解AirTag这个东西怎么用 或者说它存在意义是什么 它能够解决我们生活中什么问题 AirTag是一个提供精准定位的东西 那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开了箱之后 当然你得用iPhone手机 先准备一个iPhone 那我自己用的是iPhone 11、iPhone 12 那最好大家也是用的iPhone 11跟iPhone 12 这样的话才能够提供精准定位 这是技术方面的一个操作 然后你把包装拆开 手机靠近一点 包装那贴纸一撕开 它就自动感应出来了 然后iPhone就会感应出这个AirTag在这 要不要连接 连接是绑定的是你的苹果的ID和你的联系方式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出现呢 是因为这个东西一旦丢了之后 别人捡起来 它如果也有iPhone 它把那个东西一碰到它的iPhone 会提供给这个AirTag主人的信息 当然就是大家的啊 然后呢如果那个人愿意的话 把它还回来 就说呢我们找到它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我呢把它拿出来之后 我在想什么样的物品需要它 我想了想去 我觉得绑在钥匙上也不方便 后来我就想那绑在自行车上吧 所以今天我的AirTag呢名字就叫做Micky的自行车 然后呢我已经把我的自行车呢 跟这个AirTag放在了很远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如何寻找它呢 非常简单 打开你的手机查找功能 在查找里面有一个物品的选项 我们来找找看 从这个上面呢 我大概能够看到 我那个位置是在这里 我们点步行 我们看一下 它要步行33分钟 不至于啊 我们点出发 就开始导航模式了 走着 当有些人问啊 这东西能用多长时间啊 这么一个小像扭扣一样的东西能用多久 那苹果官方声称呢 一块这个扭扣电池呢 能续航一年时间 我的妈呀风好大 大家可能会很好奇 为什么呢一个东西可以续航一年的时间 因为苹果的AirTag呢 使用了BLE低频的一个技术 大家就想象一下它怎么联络到你 为什么就是说它也没有这个无线信号 怎么能找到你呢 那BLE呢是一种低频信号 这个信号会发射到什么地方 就有点像蓝牙的一个功能 蓝牙呢可以拓展到周围的可能50米几百米 为什么现在AirTag才出现呢 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现在技术实现了包括iPhone 苹果设备的数量呢 在现在全世界的存量呢 已经足够大到做到一个全球的蓝牙基站了 就是这个AirTag发出的信号呢 会影响到它周围任何用iPhone的人 比如说你把AirTag放在一个地方 然后呢它发出信号 旁边正好有一个人他有iPhone 或者iPad或者甚至其他设备 它呢就会传出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呢就会传给苹果 苹果呢在通过这个传出信号这个数据啊 通过这个数据呢精准的找到它的主人 那刚才我们在手机当中看到它这个信号呢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出来的 所以一年一个纽扣 刚才走到这里呢 它提示我啊要转弯 所以啊刚才想了一下子 那我呢就继续 那有人呢想知道这个东西 它能够精准定位到什么程度 在你寻找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在手机上看到是一个大概的位置 在我们通过手机进行大约位置的一个寻找之后 当我们走到那个范围之后呢 我们可以开启精确定位 那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呢 AirTag就会启动一个UWB的一个精准定位的功能 这个功能呢可以让你精确到啊 10到30厘米之间 那基本上这个距离呢你是可以找到了 如果再也找不到就麻烦了 同时AirTag也提供了这个AOA的一个方向定位 就是你不知道它在哪儿 你可以通过方向查找 其实还蛮方便的 那在我们找到我自行车之前呢 先跟他聊聊这东西啊 我的一些想法 这东西实用嘛 其实是看情况的 这东西先简单粗略的说一下 它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这东西呢是防丢不防偷的 防不了偷 就比如说真的有人想偷你的东西 把那东西一偷 找到你的AirTag 一丢 你最后呢 最多是找到你的AirTag 但你的东西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东西的定位弄准了 它是防丢不防偷 还是有用的 比如说大家会开车 开一普通车 因为我自己呢开的是特斯拉 我那车呢在手机上能找到它的位置 它也有定位 那如果我们开其他车 或者说自行车 电动车 电动汽车 甭关什么车吧 这东西呢非常的有用 很多时候我们把车呢放在一个地方 真的有的时候找不到的 会忘掉 比如说停车场非常的大 你真的不知道是在哪一层 你真忘了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鸣笛去找 但是如果说那停车场非常的大 你去一个超级大的百货商场去 还有那几百个停车位 你真的忘了是哪个方向 这个AirTag呢就非常有用了 它可以帮助你寻找你的车 省时省力 那也许有人问 这东西能不能当做跟踪器 理论上是可以的 因为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偷偷的放在你想跟踪的人的包里 它的兜里 或者它衣服的什么地方啊 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苹果呢早已经做好了这个防备工作 那比如说你把一个AirTag放在别人的包里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没关系 你一旦远离他之后呢 你想跟踪那个人 他拿出手机 如果真的很有心啊 想看看有没有人跟踪他 他可以打开苹果的查找功能 他是可以找到你那玩意儿的 找到你的AirTag 甚至呢他可以通过发声的方式 找到你放入他包里的AirTag 但是如果说你站在旁边那个发声是不能用的 这个呢也是没办法 还是回归到那句话 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所以以后这东西市面上卖的多了 大家还真的得啊 就是没事点开查找功能 看看你包里有没有被人放过AirTag 刚才呢这个位置发生了变化 就是一开始它的定位呢 是在这个位置 现在呢突然变到这个位置 让我感觉啊 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啊 会感觉这个物体啊被人移动了 移到这里 所以我们再看路线的话呢 回到这边 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定文室那边 那现在这个路线呢就不精准了 所以我们还是没事的时候 打开查找这个功能 再点一次路线 然后我们重新规划路线 会发现这个东西呢变更了位置 所以近在咫尺了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所以这东西非常有意思 位置呢会变化 好我们应该快到了 我们再看看这个位置 然后呢我大概走到了附近 因为呢我已经走得很近了 所以这时候打开这个精确查找功能 这时候呢正在搜索信号 请尝试不同位置走动 我们继续走走看啊 它还没搜索到 我们算往前走呢就要走到这个蓝色区域了 这蓝色区域呢就是一个我们需要先走进的区域 好嘞我现在呢走进来了 我点念看能不能看看信号 还是没有 我们再走动走动在这边 哎呀好难呢 实话说啊我走了半天了还是没找到 貌似不是特别好用啊 我车放哪的呢 再走走呗 然后此时这个蓝色区域呢 我就基本上就走到了 他说这个东西呢在我身边 但是我得找找啊 还是没找到 然后大家再看啊 我已经走到这个车的附近了 但是呢我在这儿并没有看到我的车 对不对 没看到 我已经走这么近了 还是不能精确的查找 哎变了 已连接信号太弱 哎我们继续走走啊 实在不行咱就发个声音什么的 信号不是很强 我呢此刻呢走到了车棚 专门停车的地方 有可能是这儿 因为我骑马来自行车嘛 哎 他有这个距离显示了 往前走 哎呦 越来越近了 哎呦 有了 有箭头了 看看是不是这儿啊 有箭头 哎不是这儿 信号又没了 突然间又没了 刚才起码指到前面 按理说我应该是越近的话 信号是越好 你看他已经这么近了 我们再转个方向 哎呀 转个方向之后呢 轻滑又来了 又是前面 往前走 往前走 哎呦快到了快到了 就很近很近很近 有没有在前面 有没有在前面 哎呦最近最近 哎呀 找到了 这呢 就我自行车 我呢 把这个AirTag呢 放在这里 就像一个扭扣这样的东西 最后呢 我们今天试验呢 是成功了 但是呢 大家也看得出来 成功之路 并没有那么简单 来总结一下 我要说的是啊 虽然呢最后呢 我找到了我的自行车 但是呢 我们在找的过程中呢 会发现他的信号呢 其实是 没有那么稳定的 包括这个位置啊 有一个较大的错位 和移动 那另外呢 我这个是啊 在把AirTag 放在了一个室外的地方 如果说AirTag 放在室内 比如说信号不好的地方 它能不能实现 寻找功能呢 这个我们 这期视频当中呢 我们就不聊这个 我们只是要告诉大家 AirTag 这个东西的存在 是有它一定的意义的 并且呢是在生活中 有一些用处的 另外同时要说的是 AirTag 这个设备本身并不贵 比如在美国的话 29美金一个 你可以买个套装 4个的更便宜 全家人一人一个 但是这东西的这个 配件贵啊 比如说你配一个爱马仕 那个小小的那个便携带 你买上两个那个便携带啊 手表的钱呢 出去了啊 真的很贵 那总体而言呢 这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 苹果在推出AirTag之后呢 我觉得 确实是在生活中 一定会解决我们一些 丢三落四的一些习惯的 另外呢 我们在买到AirTag 开始作为它的主人 使用它之后呢 一般来说有三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呢 你最后通过查找功能 找到了你要找的东西 非常好 第二个呢 就是你这个东西 也不小心丢了 然后通过AirTag呢 最后寻找到你丢失的东西 第三个呢就是 你东西一丢 AirTag也丢了 陪了夫人又折兵 好啦我是米奇沃克斯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本期Vlog式的产品测试 如果有机会呢 未来我们把它放在一个 更难以寻找的地方 看看能不能找到 然后呢 今天的试验场景呢 其实并不科学 因为我的记忆当中 我知道它在哪儿 大概位置 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 我们一般来说呢 不会完全忘记 我们一个东西大概放在哪儿 而是我们大约知道它在哪里 但并不确定它的精确位置 这个时候AirTag呢 就起了大的作用了 其实AirTag的作用 也就是如此 最后记住那句话 防君子不防小人 如果你不怕 你的AirTag给丢了的话 可以买上一个试一试 好了记得订阅 关注我的视频频道 我是米奇沃克斯 我们下期视频 节目再见 拜拜